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首先非常感谢朋友们一路来对007的支持和鼓励,007向大家表示感谢,也欢迎朋友们加入007的会员。 OK,我们从小,中国人从小都是看着港台电影长大的,港台电影最出名的就是功夫片武打片,这些电影明星里面最出名的一位就是李小龙,李小龙也成为香港的一个代表性的标志性的人物,007去香港的时候看到在香港的海边有李小龙的雕塑, 在中国大陆,李小龙的影响就更大了,有一家著名的连锁餐饮公司,他们的标志就是一幅李小龙的图片。 李小龙呢,在电影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他把日本人打得东倒西歪之后呢,很潇洒的伸出一个手指对那些倒在地上的日本人说,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李小龙的这一个经典场面呢,可以说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一种集体的回忆,和作为中国人集体的一种图腾,更有无数的后期的电影作品呢, 不断的在重复这个情节,向李小龙致敬,比如说曾子丹呀,周星驰啊,李连杰啊,等等等等,包括中国大陆的啊。 好了,本期节目呢,007就从东亚病夫所起,东亚病夫这个词呢,是构建中国中华民族这个意识形态,这一套逻辑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民族词语,根据考证呢,这个词语最初来自于英国人对大清政府,对大清朝廷的批评。 在上海的租界,由英国人办了一份英文报纸叫《智林西报》,1896年10月1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个英国人,批评什么呢?批评大清国呀,官僚很腐败,他们一点也看不惯大清国那种所谓的官场风气,认为呢,这个大清国的政府就像以前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 和欧洲的德国政府一样啊,都是一种病态的,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这个政府呢,都是一种病态。 而同样在1896年啊,在万国公报上面有一位西方的传教士叫李嘉白,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探本穷援论》,主要是呢,他比喻把中国啊,的现状比喻成有病,是一个病人。 而这位传教士呢,他就替中国开了不少药方,他的文章把中国比喻成一个病人,就在论这个病呢,出现了什么状况。 这个病怎么是怎么来的,怎么得的,这个病呢,怎么样根除这个病的病根。 系统的阐述了作者呢,对改革清政府的立志啊,财政啊,教育啊,各方面的意见。 这位李嘉白呢,是美国到中国来的传教士。 他的观点呢,主要觉得应该改变中国的上层啊,从上层的改革开始,比如说维新啊,变法啊,甚至君主立宪这些。 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最初所谓的东亚病夫这一个词的起源啊,主要是指的是,对大清国政府啊,和大清国官僚集团的一种批评。 这些外国人对大清政府和大清官僚集团的批评呢,马上呢,就被中国的维新改革派,改良派的梁启超,直接拿来利用了。 以梁启超为首的这帮知识分子呢,而且将这个中国有病的论啊,直接扩大为全体中国国民。 因为梁启超呢,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啊。 他的这篇文章呢,马上成为知识界,成为舆论界的一个时髦。 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呢,立刻就把什么东方病夫啊,东亚病夫,变成了一个当代的流行语。 1905年呢,中国有一本著名的畅销书叫《涅海花》,作者真普呢,在署名就直接署名为东亚病夫。 这个书是中国当时最顶尖的畅销书。 而东亚病夫,作为一个作者的名称,这个词语,一下子就迅速的在中国流传开来了。 OK,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东亚病夫这个词语呢,它本来是英美人,外国人呢,对大清国政府,大清国官僚的一个批评。 中国的这帮知识分子呢,觉得杨大人说的很好,我们就要加以利用,于是就把这个词语扩大化。 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呢,外国人对中国人有一些批判是很深刻的,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第二个呢,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呢,大部分也就是一点三脚猫的功夫。 所以说,自然会借用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呢,改为他们跑来改良中国,改革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基础了。 并且呢,把这种批评,把这种洋人的建议呢,拿来做出各种发挥各种乱七八糟的解读了。 这一点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梁启超的时代到今天,也都是在这么干的。 OK,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在一个寒冬那月,一群饥寒交迫的乞丐们,蹲在一个豪宅的周围乞讨。 在卵洋洋的豪宅里面呢,富豪拿出了山珍海味龙肝凤髓来宴请他尊贵的客人,几个外国人。 这些尊贵的外国客人呢,却并不买这个富豪的账。 他们指责富豪,既贪婪又自私,对他周围的穷人麻木和冷血。 这个富豪冷笑一声,你们这些洋大人呢,too young,too simple,太年轻了。 不信你们走出门口去,那些乞丐们肯定会支持我这个大富豪,而赶走你们这些洋鬼子。 这些外国人当然不相信啊,他们走出门口,准备去帮助那些乞丐。 富豪也随着走出门口,对着乞丐们喊了一句。 这些洋鬼子居然骂我们是东亚病夫。 于是乞丐们各个义愤填膺,大家都站了起来, 纷纷的开始怒刺洋人,并且把他们赶跑了。 OK,这个故事呢,就是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今天的真实写照。 这也是007为什么要把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甚至现代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嘴炮义和团的原因。 OK,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在香港电影之中,李小龙打烂的那块牌子,东亚病夫的牌子,怎么又变成日本人的了? 很明显,这个又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再创作。 也可以说是他们重新杜撰了一段历史,并且把这段历史用艺术手段也好,用文学作品也好, 变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一个真实的记忆。 仿佛日本人写下东亚病夫这个牌子,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样了。 起码在中华民族也好,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刻下了这段所谓的历史。 就像中国人今天在恒店拍的各种抗日神剧一样。 伟大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用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功队,把日本人打得满地爪牙。 我们中国人在抗日的时候,不仅要一个打十个,还要一个打一百个。 日本的军队在恒店的影视城里面,基本上是被中国共产党,被中国人用SM的方法不停地在凝辱。 大家请注意,这些也变成了所谓的中华民族中国人的集体回忆。 仿佛是在历史之中真实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带领了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羞辱,凌辱,SM日本的军队一样。 而李小龙是1.0的版本,今天的恒店影视城是2.0的版本。 我们大家想一想,将来的00后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没有看过李小龙。 他们看的是恒店的这些抗日的神剧。 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假的虚假的历史记忆变成了他们的真实记忆。 自然也会像我们这些人崇拜李小龙痛打洋鬼子一样。 将来他们这些林林后长大之后,自然也会崇拜恒店的那些英雄的共产党如何痛打日本人一样。 OK,我顺便再说一下西方人把这个称之为曼德拉效应。 曼德拉效应指的是,集体的回忆是一种阴谋论和谣言, 而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符合。 曼德拉效应这一个词来源于2010年, 美国有一帮喜欢阴谋论的群体。 这种阴谋论的群体在美国很多啊, 什么外星人啊,肯尼迪没有死啊, 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了世界啊, 共机会啊,D啊Q啊,这些很多啊。 还有一些自称有超能力的,这个叫超能力研究所。 其中有一个叫菲尔纳布梅的一个女士啊, 她号称她自己有超能力, 其实就是一种女巫的那种能力啊, 可以预知过去未来的人。 这位女士呢,通过她的超能力, 或者说女巫的能力呢, 已经发现了,在1980年代的时候, 曼德拉死在了监狱里面。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南非的曼德拉先生不仅在80年代并没有死去, 而且后来被释放,还当上了南非总统, 直到2013年才逝世。 然而,这帮美国信奉女巫, 信奉超能力, 信奉这位不美女士的这帮超能力研究的人呢, 他们并不相信这个真实的历史。 他们还是依然相信, 曼德拉已经在80年代就已经死亡了。 对此他们不仅深信不疑, 而且形成了他们集体的真实的回忆, 和他们这个团体形成集体对历史真实的记忆。 因为这帮人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而当了南非总统也好, 2013年才逝世的曼德拉是假的, 是不存在的。 OK,这个就叫曼德拉效应。 这种阴谋论、谣言和曼德拉效应这种东西呢, 在西方也存在, 甚至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 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繁荣, 这样习以为常。 007一再地告诉大家, 因为构建中华也好, 做构建中国也好, 它的基石就是谎言。 所谓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集体回忆, 本身就是曼德拉效应, 就是谎言构建而成的。 就像李小龙举着东亚兵服的牌子, 横电手撕鬼子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从最近这几年的华人圈的各种阴谋, 谎言和谣言看得出来。 比如说前几年, 郭文贵带来的种种谣言。 今天在YouTube也好, 在华人的圈子里面, 各种中南海的听床师们, 躲在习近平的床底下, 听出来的种种谣言。 还有就是所谓的川粉们, 和美国的那些阴谋论者, 传播出来的种种谣言。 我们中国人呢, 华人特别就喜欢这一口, 特别爱好这些阴谋论, 这些谣言。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阳光之下, 阴影就很少。 但是在洞穴里面呢, 黑暗才是习以为常的东西。 而我们中国人和华人呢, 就像洞穴人一样。 即使从洞穴里面爬出来, 来到了阳光之下, 但是心里呢, 却很难马上转变。 因为我们在洞穴之中, 长期形成的黑暗观, 不可能马上改变。 自然会特别的相信, 各种阴谋, 黑暗和谎言。 甚至自己本身, 也继续成为光明世界里面的阴影。 我们用来观察真实世界的心中, 已经被人刻下了阴影, 就像李小龙刻下的东亚病夫一样。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